第三题,他问我们有关于竹块干6的实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选项B,竹块干6可以释出多种物质是属于物理变化,错 它是一个化学变化,我们上学期曾经教过了 干6是因为加热之后,处食里面的东西产生分解,产生很多的新的物质 所以它是一个化学变化 我们上学期跟各位曾经说过了 蒸6或者是分6是利用加热时东西的肺点不同而使物质分离 所以那个是物理变化 所以蒸6分6是物理变化,但是干6是化学变化 选项C,竹块干6要用酒精针加热,所以干6是一个放热反应,错 它是要加热吸收酒精针热而使它能够产生分解的作用 所以干6是一个吸热的化学反应 选项株,干6完全之后,竹块干6固体产物是有机化物错 因为干6之后所留下来的固体产物是碳 碳是一个元素,它并不是所谓的化合物 所以选项株是错的 所以我们答案要选择的是A 竹块干6之后的固体产物是可燃的 因为它的固体产物是碳,碳是可燃的 所以第三题的答案是A 看来我们下咱们 看来我们下咱们 好咱们 刀